各位同学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统计学的时间了 那今天我们这个单元要学习变数的类型 那为什么要学习变数的类型呢 我们在做那个统计的资料分析的时候呢 不同的不同类型的变数呢 我们用的统计方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教大家会辨别它的测量尺度跟这个 变数或资料的类型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投影片 那讲到变数呢 我们就想到还有一个叫常数 变数跟常数有什么不一样呢 看中文就知道嘛 变数呢就会变 他说某一种属性或现象 会因为实地人不同而不同 对不对 譬如说小孩数 你可能没有小孩 他可能有一个小孩 他们家可能两个小孩 他们家可能五个小孩 对不对 这个每个人的小孩数呢 会不一样会变的 所以小孩数呢 就是一个变数 那相反的 有一种叫做不会变的 不会变的我们叫常数 constant 就是某一个属性或现象 不会因为人时地物不同而不同 那你说举例来说 手指头的数目 你有十只 我也有十只 他也是十只啊 对不对 这不会变的 那当然少数人因为一些问题 他的手指数不是十个 我们不是在讲这个 我们是讲一般人的话呢 这个是不会变的 所以这个 这个人的手指头的数目呢 就是一个常数 constant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变数的话呢 就是他会因为 因为人或是这个物件 不一样而会改变嘛 那他的类型啊 我们可以大致上分成两大类 那第一类呢 我们称为定性变数 英文呢叫做 queltative variable 那queltative variable也称为 类别变数 类别变数的英文叫 categorical variable 这是第一类 那另外一类呢 我们叫定量变数 定量变数英文叫 queltative variable 那这两类呢 很容易分啊 怎么样分呢 有数字的 如果那个数字 不是代表类别 它有数量的意义的话 它就是定量变数 那另外一类呢 那个如果有数字 它是代表类别 不然就是根本连数字都没有 它就是类别 那就是定性变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定性变数 那定性资料呢 它是包含一些标记或名称 那这些标记或名称呢 是代表 元素的所属类别 那定性变数 它的呈现呢 可以是什么 定性资料呈现 可以是数字 也可以是非数字的 记得 如果是用数字来呈现的话 它本身没有数量的意义 只是代表类别 那定性资料的话 我们用的这个测量尺度呢 就是用明目的跟顺序的 这两种测量尺度 那如果你的变数呢 它的资料呢 是定性资料的话 这一种变数 我们就叫做定性变数 或叫类别变数 就是Qualitative Variable 或Categorical Variable 那我们看一些立体 那像这个 第一个性别 性别的话 我们有两类 就是男生跟女生 男生用1 女生用2代表 所以这个1跟2呢 没有数量的意义 代表类别嘛 所以这个性别的话 它的变数类型呢 我们就说是定性变数 第二个血型 血型有O型 A型 B型 还有AB型 这四种 那这个是什么 一样是定性变数 再来呢 教育程度嘛 教育程度 高中值以下 高中以下 高中值大专研究所 那这也是定性变数 再来婚姻状况 以婚未婚 这是什么 定性变数 再来 是否有高血压 1就是有 2就是没有 3不知道 很正常 有些人呢 血压常常高 他没有去量 他也不知道 所以呢 我们就增加一个项目 叫做 全项叫做 不知道 不确定 好 所以这个呢 这也是定性变数啊 好 看完以后 再来我们看第二类 叫定量变数 好 定量变数 它的资料 一定是数字的 好 那这些数字呢 都有数量的意义 好 那它的测量尺度 是用区间的 或是用比例的 好 那 如果资料是定量 定量资料的话 你的数学运算 才有意义啊 是不是这样子 好 就比如说你这个 好 我们考试 好 考完以后呢 那大家太低分 老师说全班 对不对 考试分数 全班每个人加十分 对不对 那这样 因为你这个考试分数 是定量资料啊 所以可以 可以加十啊 可以做一个运算 对不对 因为算数运算就有意义了 好 好 那 包含定量资料的变数呢 我们就叫定量变数嘛 Quantitative variable 好 一样 看立体 好 那个 我们的这个 销售毛额 对不对 我们商店里面的销售毛额 这个呢 金额当然是数量嘛 当然是定量变数 房屋的价格 房屋价格是不是数字 这一栋一千万 那一栋五百万 那一栋几亿 对不对 好 所以定量变数 好 收入 好 你的收入两万 四万 十万 对不对 这也是有数量啊 定量变数 家中的小孩数 好 我们家两个 你们家一个 这家没有小孩 IQ分数 好 我IQ一三零 你一二五 他一一零 对不对 来电的顾客数 好 我们今天来这个 一百个人 昨天呢 两百个人 好 那 那这个就是有数量啊 所以定量变数 好 那这个定量变数呢 我们看前一页 对不对 那刚才那个定量变数 我们就发现呢 好 定量变数又可以分两类哦 对不对 像那个小孩数 来电顾客数 对不对 那这个 小孩数跟来电顾客数 这一个一个数字啊 可不可以有小数点 不可以嘛 好 那什么房屋价格 收入这些呢 可以啊 在这个范围内 任何数字都有可能嘛 对不对 房屋价格从几百万到几 几几几几亿 几十亿都有啊 好 那个范围内 任何数字都可以的 都是什么 好 所以我们就发现呢 定量变数呢 又可以再把它分成什么 又可以再分成两类 好 一类呢 是属于连续的 那一类呢 是属于不连续的 好 那 那什么是连续的啊 就是呢 它的所有可能值的集合 是一个区间 好 就它所有可能值 是在一个范围内 任何数字都可以的 那个就是什么 连续的 那连续的很多啊 刚刚有讲啊 什么身高体重 年龄 血压 时间 分数 收入温度 有没有 身高 几公分 换到几公分 这个时间都可以啊 那只是说我们 是可以有 小数点很多位 只是我们平常都讲到 整数而已嘛 好 考试分数也要 0到100 这个范围内 任何数都可能啊 那只是老师 平常就只给你 整数而已啊 好 时间 时间就连续的 温度也是连续的 好 稍后呢 一样啊 你在一个范围内 任何数都可能 好 就是连续的 那不连续的呢 他说呢 你的数值只能用 自然数或整数 单位计算 好 然后他说 可能只是有限 或可数的 好 那这样子就是 不连续的变数 好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立体 好 员工人数 0个 1个 2个 3个 4个 对不对 设备台数 好 我们机器设备 好 1台2台3台4台 好 子女数 0个1个2个3个4个 好 事件发生的次数 好 中奖的次数 一年中 统一发票的次数 好 那 十字入口 或高速公会 应该事件发生的次数 每个月 好 这个 十字入口应该事件发生的次数 好 好 那这个是一个一个数字 有没有 好 就是可数的 或是有限的 好 那这样我们就属于不连续的 好 现在子女数 子女数会有小数点吗 不会嘛 好 我们就是 0个1个2个3个 好 就是一个一个数字 没有连 不会连在一起的 好 好 那 下面要注意一下 好 那就跟上个单元一样 年龄收入这些呢 本来是连续的 定量变数 好 测量尺度本来是比率尺度 好 但是我们在做论券 为了 隐私跟调查比较方便 我们会把那个 年龄跟收入 把它分组 好 让人家去勾选 对 你怎么好意思问这个 这个女生已经50几岁 你怎么好意思问她说你几岁 对不对 那你就勾说 40到60 给她一个范围勾 那她想你也不知道我几岁 对不对 收入也是一样嘛 收入你就写这个是 三万到五万 对不对 五万 三万 两万到三万 对不对 就是你给她一个范围 好 那她就会比较会诚实作答 比较 因为你也搞不清楚 她到底赚多少钱 好 所以像这种比较 比较涉及客人隐私 比较敏感的这个 好 连续的定量变数 测量尺度是比率的时候呢 我们会分组 分组以后呢 它就变成一个定性变数 测量尺度是顺序尺度 好 像这个血压 收缩压 小于127 127到146 大于146 分三组 那年龄也是分三组 小于20 20到40 大于40 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 你如果看到她已经这样分组以后呢 它就变成定性的 好 变数 差的尺度呢 就是顺序尺度 好 那变定性就没有连续不连续的问题了 好 只有定量的才有连续不连续的问题 好 那 我们这个单元呢 就上到这边 好